这样的一个讲座 这个讲座呢 主要分为两个部分进行 第一个部分就是 就目前的这个SAT考试的形式 跟大家稍微做一个分享 因为现在整个SAT 它的一个考试的要求啊 还有包括放出来的考试场次 都是有很大不确定性在里面的 那现在呢 有很多家长和小孩 会非常关心两个问题 就我经常被问到两个问题 是下面这两个 就大部分的人都在问 老师你觉得八月份 到底还能不能考 就现在美国疫情 各方面也都比较严重 然后包括中国 其实虽然国内控制住了 但是亚太考区 也有很多不确定性在 所以呢 我现在先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八月这个考试 能否考成的问题 我个人的建议呢 是大家还是把八月份 当做下半年的第一场去准备 就是无论如何 你现在已经五月底了 马上六月份了 还剩三个月的时间 还是要好好准备起来的 但是整个八月份考试的形式 最后能否考成 这个是要等到差不多六月底 因为CB八月份的考试 五月二十六号开放报名嘛 他们一般如果要再调整的话 一般是开放报名之后 半个月到一个月内 再去调整的 所以说整个八月份考试形式呢 我现在说任何一定能考 或一定不能考 都是对小孩的不负责任 就是大家也不要特别紧张的 每天去刷朋友圈 然后看看各种各样的预测 准确的预测 一定是要到差不多六月底 准确的情形啊 是要到六月底才会完全出来的 关于八月份的这个考试 那我的建议 就是不管现在在听的是您 还是您的孩子 一定要去跟小孩传递一个概念 就是这根弦是得随时绷着的 因为我现在手上已经有很多学生 他们开始有两种心态啊 第一种就是这个疫情 反正反正好不了了 大家都考不了 我也不准备了 到时候准备了又考不了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 感觉反正现在很多大学都说 SAT成绩他们也不看了 也不那么重要了 我就不要再去花心思准备SAT了 这两种心态是我手上碰到 大部分小孩现在会有的 我个人的建议呢是 还剩三个月的时间 您一定要跟孩子传达好 对于标划考试和SAT的这根弦是要随时绷紧的 因为像我之前的讲座里面我也分享过了 考好SAT 它是一个非常 它的备考是一个非常精细化 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 中间它那个弦稍微松了 那么一两个月 它完全不碰SAT了 到时候万一八月份真的能考 它再突击一个月是抢救不回来的 所以五月底六月初这个时间节点 正好美高也应该快要放假了 这个暑假这个时间节点 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嗯 每次特别想吃来的 就不管能不能考 现在该准备就是一定要准备起来 千万不要让它有一种侥幸心理 就是有可能我会考不了的 考不考得了跟它也没关系 不管怎么样它都是要备考的 这个就是今天对于各位孩子来说 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那接下来 第二个点 就是应该是各位身在美国的家长 现在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SAT这个考试它还有没有含金量 SAT的成绩到底对于申请升学来说 还有没有需要重不重要 那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们要先搞清楚下面的这三个概念 就这三个概念 它之间是有非常微妙的差别的 现在这三个概念分别是 test optional flexible和blind 这个呢 现在大部分美国大学 它放出来的这个要求啊 都是说我们把SAT或者ACT test 变成了第一种情况 就是变成了optional 那在这种情况里面呢 简单翻译成中文 就是说不强制要求你提供 就有点类似于 我建议你提供一下 但是你如果实在是不提供的话 我也没办法 我还是不会歧视你 它说是这么说啊 就我不会歧视你 你不教的话 我也是照常审理你的整个申请的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话术之间 这个话术是有一个比较微妙的感觉 在里面的 所以像第一种 这个test optional的状况 可以说是 绝对不能算是取消SAT考试了 然后大部分的国内媒体啊 还有朋友圈里面的那种文章 它转载过来就变成了 一个比较有噱头的标题 叫做美国大学宣布取消SAT考试 当做录取标准了 这个解读其实是不完全正确的 OK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叫做test flexible 那这个flexible的意思 其实就是 我允许你用其他的考试成绩 来替代你这个 最终的标划考试 比如说像纽约大学 就NYU它是 不是optional的 NYU是flexible的 OK 那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您的孩子可以考 用IB考试 或者说可以用一些 哪怕是AP考试 用一些别的考试 能够证明您孩子的一个学术竞争力的 然后呢用来替代SAT的成绩 但是目前能够接受这个flexible的学校 是非常少的 尤其是在前三十里面 是比较少的啊 然后呢第三种情况 叫test blind 只有大家 各位家长要注意一下 只有这种情况 才是国内很多文章媒体说的 取消对SAT的要求 这个blind的意思就是说 就很极端了 你哪怕交上来 你考了个考试 交上来给我 我也不要看的 那这个目前全美国 没有任何一个学校是这样的 OK 只有 没有任何一个大U是这样的 只有少部分的文理学院 比如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比如说报登 报登学院 然后贝茨 就是什么部分的那种文理学院 他们是完全不要求SAT成绩的 所以这三种情况咱们要分清楚的 另外还有一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在大部分test optional 就是不做强制要求的学校 它有部分专业是强制要求的 所以各位一定要去研究好 要跟自己的counselor 要研究好 你孩子的这个target school 他想要去的学校 具体的要求到底是怎样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前三十 很多学校像芝加哥大学 然后包括NYU 他会有一个附加的条款 说如果这个孩子想要申请工程类 或者就是那种STEM专业 工程类 还有那种生物科技类的专业 比较热门的专业的话 他是还是要提供SAT成绩的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他还会说 就是这个SAT成绩 他们虽然是optional的 但是呢 他是可以 如果说这个SAT成绩 跟您孩子在学校的GPA是吻合的 能够极大程度的去佐证 您孩子是有这个学术能力的 那他们是会审理 是要看的 对吧 所以呢 现在就是SAT的整个情况 这个考试含尽量还是肯定有的 并且尽量不要让 我觉得不管现在在听的有没有孩子啊 就是你们尽量不要让自己觉得 SAT考试对你来说已经没有用了 除非你就是下定决心 我只升那一两个文理学院 这是我的建议 因为我们都知道 升学申请的过程当中 你匹配的学校 是会有一个改变的 你不是说原来你要升这几个 你感觉要升这几个 到最后就一定只升这几个 那万一你到最后要升的学校 他其实是要看的 对吧 所以这种侥幸心理还是不要去有 那么另外第三个点 就是关于前两天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前两天呢突然有一个新闻 说是加州所有的大学 他们听说了是吧 说是加州所有的大学 他们约定好要在2025年 2024年的25年左右 然后去取消对于SAT 这个成绩的承认 OK就他们到2024 25年 就完全不看SAT了 这个呢我个人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 能不能够完全成功 能不能够完全成真 其实是 因为美国从198几年 可以说1977年开始 就有很多学校叫嚣着 我们不想要这样衡量我们的孩子 我们想要全方位的 然后看他们一个 like就是全方位的发展 对吧 不想要用一个成绩来定义孩子 这个是从八几年就有的事情 然后一直 很多学校就在那边参与 一直取消到现在 也没有完全取消 所以呢 我个人倾向于 把这个信息理解成 就如果你们 你们要站在美国大学角度 去思考的话 其实也很好理解 他们很担心 今年SAT考试 突然取消了这么多 然后海外学生 尤其是中国 亚洲学生 他们丧失了很多考试的机会 他们会比较担心 今年自己的申请率 可以理解吧 他们会觉得 今年申请的人数 肯定会降低 然后并且呢 以后的这个 像现在美国情况比较乱 会担心这个申请率降低 申请人数不够 然后最后的录取率不够 他们的数据就会不够好看 那学校排名是会往下猛掉的 OK 所以有很多学校 会站在这样的一个考虑的角度 他们来放出一些风声 说你来吧 你来申请吧 我们其实要求很宽 我们会放松的 OK 这样的一个因素 也要考虑进去 那另外呢 加州的大学 他说2024和25年 那边开始取消 对于今年2021年 22年申请的小孩来说 其实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就没有什么区别的 对于现在在听的小孩啊 然后另外第三点 他真的取消了之后 不知道大家新闻有没有读权 他真的取消了之后 他是要把这个SAT考试 替换成自己学校的一套考试的 对吧 就是他要研发一个自己的标划考试 来用自己的一个标划成绩 衡量他的申请者 所以不是说这个很轻松啊 以后我就不要考试了 我随便升升就可以了 根本就不是这个概念 OK 那大家搞清楚这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再说今天的第三个点 比较重要的点 就是关于你的申请的过程中 什么叫做Holistic Admission 这个呢是大部分的学校申请的时候 他们都强调的一个概念 这个叫全方位考虑你的申请成绩 OK Holistic代表的其实就是全方位 不让就是他们的一个录取精神 不让一个分数去定义一个小孩 可能你分数考的不好 但是你依然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孩子 对吧 那站在SAT的角度而言 到底什么叫做Holistic呢 从今年的形式出发 我不知道在座的 有没有今年要申请的孩子的家长 您孩子是不是前段时间都在家上网课 对吧 上了很长时间的网课 然后呢 今年的申请啊 其实我希望大家可以把网课 对于GPA的影响 和上网课最后得到GPA 在大学那边的认可程度 就大学会怎么看你这个GPA 这点也要考虑进去 那我们平时知道的像 SAT ACT AP考试 等等这些标划 它是对于学校GPA的一个 佐证一个帮助 如果你的这个标划考试 和你的GPA是完全配套的 那你这个申请会锦上添花 会升得非常的好 但是相反 各位想这样一种情况 如果呢 我今年交上去一个GPA 我是满分的4.0的 然后但是 我没有教SAT成绩 然后包括今年AP 也改成线上考了 也是网考 对吧 全部都是网考 但是我没有标划成绩 那你想想看 你换位思考一下 对于那些test optional的学校 他会怎么理解你 如果我是招生官 我会理解成 这个孩子 这个申请人 看到我是optional的 他就没有教标划成绩 那他应该是标划考的不太好 对吧 但是他的GPA和AP考都挺好 那为什么标划会考的不太好呢 这个应该是 我会想到的第一个问题 懂吗 所以呢 我想跟大家说的一个点就是 在美国大学 这样一个申请的要求背景下 请各位抓住所有的机会 展现自己是一个全方面的 展现自己所有的成绩 都是真实的 都没有虚高 懂我意思吧 就是展现出自己全方面 我真的很优秀 我不是因为网考或者上网课 然后我的成绩才变比较优秀 OK 因为我据我所知 有的学校 它是会网课啊 各种评分标准啊 考试什么的 都会稍微松一点点 这个是很现实的嘛 所以呢 以上是我解答 我觉得现在家长 最关心的两个问题啊 最终的答复其实就是 这根弦不能松 时刻被考 八月份到底能不能考 我觉得大概率 可能是可以考的 所以呢 你差不多就要从六月份的时候 六月初就要开始准备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重头戏 你明确了自己的信念 明确了我是一定要考的 我一定要冲的 明确这个信念之后 你才好一步一步的去按部就班 跟着我做嘛 那我们具体的备考呢 我给大家分成了三个月份 就六七八三个月 OK 六月份 呃各位小孩 各位孩子需要做什么 我给的关键词是 扎实基础查漏补缺 这个点啊 怎么理解 我们考SAT的人 呃之前应该 如果有学过的话 都知道SAT的基础嘛 无非就是词汇和语法 对不对 那这个词汇部分 市面上流传着一些 耸人听闻的说法 说SAT要想考好 词汇量一定要一万二 词汇量一定要什么 一万二到一万五 就这个这个就完全 nonsense 因为一万五的话 你要知道美国那种 native的学生 都没有一万五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重点要说一下 这个词汇 它到底是 到底怎么背 然后背一些什么 对你的考试是最有用的 呃 现在如果有家长 带孩子来听的话 最好把孩子 喊过来一起啊 或者要么您就帮他 稍微记一记笔记 好吧 因为我这个后面的设置呢 是呃 以各位小孩 以学生为导向 就是我会讲到一些 知识点之类的 那这个词汇需要背什么 首先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两个雷区 就是你一定不需要 去浪费时间的 你现在时间很紧张 对吧 第一个就是巴朗词汇 不要背 巴朗不要背 为什么巴朗不要背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学生 他们抱着一个巴朗 三千五词肯 对吧 就是在那狂背 然后背的很煎熬 背完了就忘 为什么 就是巴朗词汇 它有一个特征 它的词全部都是 看上去非常fancy的那种 看上去很长很难 让你有一种 我背完了 我就什么能力升级 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个巴朗词汇 它是属于 它不影响 你的文章 任何理解 它也不帮助 做题的 一本词汇书 为什么呢 它这个巴朗词汇 是把sat当中 最难 然后觉得学生 最会肯定不认识的 单词都挑出来了 但是我们需要理解的是 在一套考试卷子里 比如说 一套阅读当中 有一些词我不认识 是真的没有关系 比如说文章里面出现一个 什么月球某个勘测点 或者什么磷酸 各种什么空气平流层 磷酸沉积物 这种东西 我就算知道中文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懂吧 可以理解吧 所以说这个巴朗词汇呢 它里面大部分都是 真的很难的词 不是说不能背啊 只是说现在这个六月 分已经马上要考了 这个阶段 不建议你去浪费时间 搞这个方面 搞完了之后 成效会比较低 懂吗 然后另外第二个点 第二个点 我们现在市面上呢 有一些那种词汇书 比如什么 各种红宝书 绿宝书 紫宝书 各种宝书 这个绿宝书 等等 等等词汇 就是它帮你整理了 一个大概很厚的一本书 这个呢可以背 但是比较适合 什么样的小孩去背啊 它比较适合 就是本身词汇功底很好 本身底子很不错 然后它只是考前 想要自己稍微过一遍 就整本书里面 它不认识的词 可能就一共也没几个 对吧 可能它不认识的 就那么五六百个之类的 它想要把那个绿宝书 当做一个索引 它就这样过一遍 这个是很很好的 很可以的 但是 对于词汇功底 本身不是特别好 我来帮大家定义一下 什么叫不是特别好 就比如说SAT呢 它的前面的部分 前面不是八百分吗 它如果前面部分呢 考六百左右 或者不到六百分 就五百多分 六百左右 这样子的话 就是属于基础 肯定是有漏洞的 OK 那对于基础有漏洞 不是特别好的学生 这个六月份 你如果拿着 绿宝书 这本书死肯的话 我觉得是有一点 怎么说 就有点自杀式被词汇 因为呢 你肯定很没有耐心 背下来一页上面 全是不认识的 就你没有target 你没有目的性 懂吗 那么 对于基础不好的 基础有缺陷的 学生 大家一定要采用一下 我下面这个办法 特别好用 你去背真题词汇 什么意思 就是你把之前上课的时候 或者说你之前考试 做过的所有题目里面的单词 不仅是文章 文章 题干 和选项里的单词 你要做一个个性化的整理 什么叫个性化整理 比如说 有很多学生 他们其实不是文章看不懂 他们文章大概率是可以get到的 但是呢 他是选项 四个选项 一个都不认识 然后或者就是这个题目 太长了 那个题干太长了 他连题目要问什么 他都不知道 这种情况的话 你就是应该去抠这个 你懂吧 是抠这个真题里面 你不认识的词 然后做一个 你自己个性化的词汇表 这样子对于基础不好的学生来说 是事办公 背背背的 就是你会背的特别快 而且SAT 他的一个出题 他是会重复的 就是他题材 重复率非常高 题材重复率高 就意味着 你整理出的这种个性化的生词 你这次不认识 下次碰到你就认识 懂吗 所以呢 对于基础不好的学生 这一点特别重要 并且 整理完真题词汇之后 请你不要偷懒 对词汇做一个分类的记忆训练 分类记忆整理 OK 这个分类记忆整理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对学生整理词汇的要求了 我把它放大一点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清楚 分类记忆的时候呢 请你们把所有的单词 全部按照你记一个basic version 就是你记一个最基础版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考SAT学生肯定都知道 SAT里面最常出现的一些概念 抽象概念 比如说这个社会很混乱 社会很动乱 人民很骚动 然后或者社会状况很不好 对不对 那你记一个basic version 比如说我就记disorder 我就记disorder 或者我就记unrest 然后我旁边写一个动乱 这个是我认识的情况 懂吗 这是我会 我看到我就能知道 它肯定是动乱 然后接下来我怎么分类整理啊 接下来我再记一个 就是我整理整体的时候 我看到文章里面 有那种比较深奥的表述 它可能也是表示动乱的 我就把它一箩箱 就记在一起 就一网打尽了 对吧 比如说文章里面会出现什么 我跟你讲 SAT里面会考十几个动乱 比如说文章里有什么 这个都是很经常看到的 这个都是很经常看到的 然后再比如说 Faction Commotion Commotion Insurrection 等等等等 OK 这些你如果能做到 就是你在整理真体 然后你形成你自己的词汇 list的时候 你按照文章方式 先记basic 先确保自己知道它什么意思 然后呢 你再去记一个文章里面 会出现的困难的形式 你把它当做一个group 把它记在一个地方 这样你做题的时候 你会看到选项里面 跟文章里面 其实就是一个意思 但是这个东西 你原来是不认识的 所以你选不出来 能理解我 所以呢 我们分情况讨论 如果有那种功底 比较OK 比较好的 考前想突击顺一波单词 你就去背什么绿宝书 之类的就可以了 但是 自我感觉词汇不太行的 就是一直以来 你很多很多生词 都不认识的 请你去走这个路子 这个路子 你如果能坚持一个月 我保证你后面做题 生词方面会好非常多 对吧 然后另外第二个点 那基础方面 除了词汇之外 就语法呗 对吧 就是语法方面 你会发现 不知道你们的孩子 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就可能他也不是单词不认识 他可能在美国 待了蛮长时间 很多单词 他课上有学过 他是认识的 但是呢 那个单词 他放到一个句子里面 SAT那个句子 会写个十行 十二行 就一句话写十二行 超级长 然后放到句子里面 他没有办法 把它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意思 这个就属于句子顺不下来 韩雪冰就有这个问题 就韩雪 对吧 一直一直有这个问题 那这种 长男句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做呢 这个就真的要麻烦各位家长 帮孩子记下笔记了 长男句的部分啊 我们分成 我上面有写三大重点 我们一个一个去解决 首先第一个重点 为什么 需要去培养孩子的一个思维 就是你要去跟这个外国人换位思考 就是你要去想 为什么他这一个句子能写这么长 好吧 你不要一上来就开始看 你要去思考他句子写长的原因 那么无非就三个原因 第一个 我个人把它叫做废话多 修饰成分多 就是有一些外国作家 他讲话呢 他就是不喜欢很直白 他会跟你讲很多的废话 比如他明明可以说 这个人 这个人物 他坐下来开始说 但是他非要说成 这个人拿着一张报纸 戴着一个眼镜 然后还什么敲个二郎腿 抱一个膀子 然后以一副桀骜不驯的态度开始说 然后小孩就看不懂 这个就是属于修饰成分多 那么 第一个重点就是 删 一定要赶删 理解句子的时候赶删 删掉 所有的解释 和句子修饰的部分 如果说 他在解释前面的那个名词 前面的一个概念 那个概念 你是可以懂的 那你就不要再去看后面的废话了 千万不要让自己沉浸进去 把那个十行从头到尾看完 看完了就乱掉 所以这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学会寻找句子的重心 这个非常重要 你把修饰成分删完之后 很大概率 句子还是比较长的 OK 那么你在找句子重心的时候呢 需要去关注 这个句子 我说一下 ACD里面常见的情况 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就是它里面有状语从句 OK 导致它这个句子非常的长 第二个就是 它里面会有一些并列结构 导致它句子非常的长 只有这两种情况 如果现在有学生在听的话 应该是可以get的 那 从状语从句和并列结构出发 我各举一个例子 好吧 你们感受一下 如果你现在看到 这样的一个从句 它说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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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il 就它是由until来引导的 那我们都知道 until引导的句子 它表达一种什么 它表达直到什么什么的程度 对吧 所以说它强调的应该是 后面的那个结果 后面的那个程度 就直到一种什么什么程度 懂吧 所以它这个句子的重心 就应该是在后面的 那我肯定会想知道 它直到它导致了一个好的东西 还是坏的东西 重要的是后面这个后果 能理解我意思吧 OK 然后 并列结构 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并列结构里面 经常出现 rather than rather than这个结构 什么意思 它叫做 是什么 r不是什么 对不对 也就是说then后面的东西 其实不是很重要 那它的结构重心 就在rather后面 怎么办 所以呢 如果有在帮孩子 记笔记的 咱们 咱们 现在各位家长 也是挺不容易的 咱们记一个点啊 就是 你就记得 看这个从句的引导词 以及 并列结构 的比较关系 OK 来判断句子的重要部分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从句出来 它会有一个引导从句的词的 那这个引导词决定了整个句子是什么意思 对吧 比如说until就决定了整个句子就是强调后面的后果的 那because就是决定整个句子是在解释原因的 理解我意思吧 所以呢 你们就是孩子只要去找这个引导词和并列结构前后的关系 来判断句子哪里更重要就OK了 是第二个点 接下来第三个点 第三个点是比较难的一个点啊 有的长男句里面 它不仅仅是语法概念上很复杂 它还有一些很关键的 它会有一些修辞 OK 修辞性强 然后影响了学生的理解 比如说 他有的句子 他就是不正着说 他非要给你反问句 他非要说难道不是这样吗 或者你难道没有发现什么什么什么吗 然后小孩就很难理解 那他到底是觉得是还是觉得不是 对吧 就如果碰到这种修辞性比较强的啊 各位也是 对吧 稍微记一个原则就可以了 就碰上 碰上反问句 全部删掉问号 加一个not去理解 就行了 就百发百中了 OK 全部删掉问号 然后把句子换成否定形式去理解 就可以了 OK 那今天我的这个呢 我是针对万一有很多学生来听 所以我讲的会比较学术一点啊 总的来说就是 小孩要是小孩要是想解决词汇 就去积累自己的真题词汇 如果他要是想解决句子顺不下来 没法看懂 按我这个三个点的方法 自己从文章里面要去把看不懂的长男句抠出来 按这个三步走去分析 这个是一个比较精细的活 我可以说我 这套方法教到现在 真的能够按部就班 按照我的要求 就坚持下来 坚持一个月两个月的 我目前只碰到过三个学生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各种小 就是小孩各种都很忙 然后就没有空去做 这样的一个精活 对吧 我之前在座的我看到有一个我学生 我也跟他说过 他肯定也没有照做 所以呢 现在我就是想跟各位讲 真的已经迫在眉睫了 你就这个六月份 真的把它利用起来 把这两件事情做好 保证后面SAT做题会顺很多很多 就你就不会有那种很茫然的感觉 就不会觉得这个作者到底在说什么 OK 这个这个是第一个点啊 接下来 七月份 七月份的时候你需要做什么 这个七月份呢 其实就是要加入一点点做题 我把它叫做 轻刷题阶段 就加入一点点做题就可以了 那七月份我给的关键词呢 叫做 理清思路 配合精读 OK 我们一步一步说 先说理清思路方面 首先 刚刚咱们解决了词汇 和句子的问题 那现在第三步 是不是就是应该 你看懂了文章之后 怎么把这个文章的内容 带入到后面的做题里去 就是哪怕我给你一整篇文章翻译成中文 然后你怎么样去把这个思路对上 怎么对上做题 对吧 所以呢 你应该是要锻炼你的这个孩子的思维方式 这个里面呢 我们只讲一个点 就是SAT 考试 SAT它会考察的思路 非常有限 非常有限 一共只有三种 它是考试大纲里面 是官方说的 不是我说的啊 一共只有三种思路 所以呢 可以跟我上课的时候 一般都会跟小孩总结的 这三种呢 我今天也稍微提一下 以防有的孩子忘记了 第一种叫做sequence OK 就是精细对比 对吧 就是他讲过去的事情 和现在的 将过去的事情 和现在的事情做对比 OK 这第一个思路 第二个思路 叫做compare and contrast 这个叫正反对比 然后你就会发现 SAT真的很重视对比 他很重视小孩 要有正面思考能力 也要有反面思考能力 然后另外 第三个点 第三个思路 叫做analyze 或者叫做summarize 就是要有一个 概括细节的能力 OK 说白了 其实你看整个考试很复杂 概括起来就三个点 第一你要有辩证思维 正反思考能力 第二 你要有概括文章当中的细节 或者概括文章当中举例的能力 那这个锻炼思维方式 就要去把它融入到 下一个月的做题里去 你每做一个练习 每做一道题 都要在旁边标一下 你不是要喝奶吗 这道题我选对了 我是用什么样的思路选对的 OK 所以呢 这三个 这三个思路 我今天就是打给大家 大家也可以帮孩子记了 然后让小孩做题的时候 自我总结 接下来第二个点 就回顾做题方法 这个就太深奥了 我就不展开了 就是我们后面每一种提醒 它都会有它特定的方法 是之前咱们上课的时候 都有提到过的 然后各位孩子 如果有印象的话呢 可以在七月份的时候 把之前的笔记翻出来 从思维和提醒 两个角度去回忆一下 再开始做题 就禁止 禁止 不要出现一个 那种自我感动式刷题 千万不要有 我完全还不知道 反正我很长时间 没有碰过SAT了 然后我先找几条卷子 出来做一做 做完了之后 发现错很多 这样的状况 就是属于对真题的 一种浪费 我们知道现在SAT真题 很宝贵啊 一共没有多少套 对吧 尽量再保证自己 对于这个考试 充分熟悉了 然后 待背的单词 该复习的思路啊 各方面都复习好了 然后开始刷题 好吧 要不然就有一点点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那接下来做一个点 七月份的时候 需要去开始 除了做题之外 需要去开始 对你做的题目 进行一些精读了 这个精读 就有一点像我刚刚讲的 你这个长男剧分析 和词汇积累的过程 OK 选择合适的材料 我这边是有一些材料的 回头呢 我会发给我们这个 讲座的主持人 然后到时候 大家可以去跟主持人领取 OK 我有一些 我有一些适合备考的 类似于美国的文献 或者美国的一些短篇小说 这种都是整理好的 那我具体讲一下 用我这个合适的材料 怎么去进行精读啊 也是三个步骤 这个方面 此处应该记笔记 OK 第一个方面就是 你要把其中的 生词和熟词PE 做一个记录 我也是举一个例子 方便大家理解啊 我们都知道 在SAT考试里面 有很多单词 是有着他自己特定的意思的 就是他只在SAT里面 有这个意思 在其他地方都 都很少能够看到 比如说 System System这个词 很多小孩看到 都会把它理解成 就是比较抽象嘛 这个词本身就比较抽象 然后会把它理解成系统 像什么手机系统 电脑系统对吧 但是实际上 它在SAT里面 它可以等于什么 它可以等于很多词 它可以等于mechanism 它可以等于institution 它可以等于 各种各样的policy 懂吧 如果硬要翻译成中文 那就是社会运转方式 应该就是一种 social organization的方式 这个就叫俗词皮 在使用我的材料的时候 这个步骤一定要有 就是你要把里面 明显一看就比较奇怪 然后就放在这里 根本就不是正常意思的那种单词 要把它抠出来 进行自己的理解 OK 这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 需要对其中的长难句 长难句做摘抄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那个精火啦 那个细火 OK 做摘抄 然后划分句子结构 去理解 按照我刚刚说的 长难句理解的三个方式 然后另外第三点 第三点是要求比较高的一点 你会发现第一点是词层面的 第二点是句层面的 那么第三点 我们就应该是 篇章逻辑分析 就是培养孩子的一个逻辑能力 OK Logical thinking 对于SAT来说是最重要的 那么 它是一个篇章逻辑能力 你需要去对文章 做一个层次的分析 层次划分 并且你要分析它 里面的一些句子 或者说里面的段落 分析段落 如何support 你的这个总观点 对吧 就是你要去让孩子能够理解 不仅是看懂这篇文章的字面 你要去让他理解 这个外国人为什么会这么写 这个老外 他是为什么会这么想 他整个一个推理的逻辑是怎样的 这样训练到最后有什么好处 孩子考试看到一篇文章 他可以看到前两段 大致就能知道 后面这个老外要写什么 这个就是 我教学的最终目的 我希望每一个小孩 都能够有预测出题的能力 就是你到后面 你就会知道 他后面一定会怎么发展 因为老外的思路 其实还是 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吧 平时如果跟外国人接触 老外思路其实还是蛮死的 就是他基本上 上来给你迂回一下 然后要么谦虚一下 然后就开始直奔主题 然后可能最后要么再升华一下 对吧 这个是外国人的文章会有的特点 但是这个特点 我总结是没有用的 我总结再多遍 我觉得学生其实有的时候 还是蛮难自己去意识到 所以这个步骤是小孩自己要有的 OK 那么这个是七月份他需要做的事 第一个就是反思 复习之前学过的东西 然后稍微做做题 第二个就是要去精读 不管你精读什么材料 我发的也可以 你哪怕去精读 真题里面的文章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有这个笔记的过程 OK 我也可以理解 我也可以理解 就是现在可能马上到放暑假的 很多孩子还是不可能全身心的 备考SAT的 你可能有下校 然后你可能要么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暑假的安排活动 对吧 但是呢 你每天抽大概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 给SAT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最后我们说一下 八月份你需要做什么 八月份咱们的关键词是密集刷题 加上对于错题的一个整理 那密集刷题就没什么好说的 我只说一个重点的要求 就是刷题 要么不刷 要刷就全真 这个全真 不仅仅是说你要刷真题 是说你整个刷题的方式 流程 它必须是符合考试的 我有很多学生 他们会 把考试的几个部分分开做 就比如说阅读一共五篇文章 他一篇一篇的做 今天做一篇 明天做一篇 后天做一篇 然后一共做五篇 这个跟你做下来 就坐在那边一个小时 做完五篇 是非常不一样的概念 就是如果说你每天做十五分钟 然后也是做五篇的话 那你上考场还是感受不到 你还是会做不完 所以呢 这个全真刷题的意思是 完全符合考试的时间规定 OK 并且你把图卡的时间也要算上去 那我也有很多学生 他们是考试时间六十五分钟 我就记六十五分钟 结果 诶 没图卡 然后到考试的时候 一看 哦好还要图卡 然后来不及 对吧 就这个是不行的 只要刷题就是 完全按照考试来 这是八月份的时候 然后呢 咱们重点说一下 整理错题 就是为了避免你 做了十几套题之后 感觉成效不大 那你这个错题整理的过程 是得有的 就是一个是反思 一个是整理了 反思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你在刷题的时候 顺便 顺便把这个思路和思维方式 记旁边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反思了 那我接下来说一下 整理错题的时候 有哪些要求 怎么整理啊 首先 我从阅读语法和数学 三个角度来说 阅读部分的错题整理 你只需要整理三种题型就可以 第一个就是词汇题 词汇的错题一定要整理 我刚刚也说了 SAT那个词汇重合度很高的 你这次整理下来 说不定下次就碰上原题了 OK 第二个 SAT阅读里面有一种题型 叫做寻正题 寻正题也是一定要整理的 寻正题就是那种上下两个题目 它搭配在一起选的 OK 这个寻正题 它是很讲究做题思路的 所以呢 你们要提醒自己的孩子 整理寻正题的时候 整理寻正题的时候 要记录 做题的思路 把自己的那个错误的思路写旁边 提醒自己下次不要再错 然后第三种题型叫作用题 就是他会问你 作者这边写了一句话 为什么要这么写 OK 或者作者这边 写了一个 举了一个例子 为什么要这么举 那这个题目 它是有共性的 懂吗 我让大家整理的三种题目 都是属于有共性的 就你这次整理下来 下次可以避免的 但是类似于像主纸题 图表题这种 就随便吧 就这次错了 整理了也没有用 OK 然后另外语法方面 语法方面需要做的呢 就是semi reading题 其实是不用整理的 semi reading不用理 那你需要理什么呢 一般来说就是 整理纯语法题中的语法点 比方说举个例子 你可能就是主位一致 一直做不对 或者你就是那种run on sentence 一直做不对 就是我们语法题里面的 纯语法题 它是有几个考点的 有几个那个语法的分支的 然后呢 你做完一套卷子 你把你这套卷子 哪些语法点错了 理一下 你理个三四套 就会发现 原来我一直在错主位一致 你就可能要去把那个点复习一下 懂我意思吧 另外第三个点 就是数学方面 数学这个东西 真的是挺头疼的 因为有很多小孩 他会比较 哎呀 比较掉以轻心啊 就是觉得数学 总归应该没什么问题 因为毕竟我有中国血统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现在 还有没有小孩这么想 反正我前两年经常碰到这样的学生 然后数学呢 尤其是如果考北美卷的话 大家要知道北美卷数学扣分扣很多 北美的话 我印象当中有好几次 错一道题扣三十分 至少扣二十分 你想想看 这个三十分 阅读可能要多对八道题才有三十分 你知道阅读多对八道题多难什么概念 所以数学千万不能随便错题 那这个数学就是属于一旦错题了 每道题都要整 对吗 每道错题 你就永远记住 一道数学等于八道越多 然后你就一直提醒自己 你慢慢的就不要再粗心了 并且你要做一个数学知识点上的 知识盲区上的归纳 我知道有很多学生 他SAT里面呢 是数学不凡 涉及到那种统计 统计 然后概率 这种一般老是错 一般错就是错这两个 统计和概率方面 那你让你的孩子也整理一下 看看他是不是也是通常错这些点 如果是的话 要么找找上上什么课 要么自己看看什么教材 得把这个知识盲区补起来 要不然真的就可能你语法跟阅读 都拉不回这个数学的分数 OK 所以最后总结一下 各位规划好 就先明确一下 SAT是一定要考的 就至少对于今年明年申请的学生来说 是一定要考的 另外呢 如果要考的话 还剩三个月 第一个月 关键词的基础 第二个月 关键词思路 经读 第三个月 你就是应该要全真刷题了 OK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 大概就是这些内容 各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现在开麦跟我交流一下 有什么 有什么关于SAT啊 包括备考的问题 都可以现在现场跟我问的 老师如果八月首考的话 那之后还要再报吗 比如说十月十一月 好像每个月都有一场 你八月才首考啊 对啊 因为三月 对对对对 那 那我 我是建议你 八月份考一次 然后九月和十月可以选一次吧 就是不要报的太密集 因为你如果八 就后面应该有五场 八 我有很多人很极端的 他八九十十一十二全报了 就全要报 这个这个没什么必要 就是考试的间隔呢 大概你可以隔一个月 就比如说你可以报八十十二 这个样子 没有必要 好的 关于加州大学说不需要提交SAT了 这个点我刚刚开始的时候说了 首先 首先那个您的孩子是哪一年申请 加州大学呢 它是二零 你定在二零二四年和二五年的时候彻底取消 也就是说在二零二四年和二五年之前申请的孩子 还是很大概率需要的 就有点像 我们来回到这张PPT啊 来 回到这张 现在加州大学是什么状态呢 它处在Test Optional 往Test Blind 过渡的一个过程 就是它现在放话是说 到二零二四和二五年 我们一定会变成Test Blind OK 那它现在就还是一个Optional的过程 懂吧 所以说呢 如果您的孩子不是二零二五年 或者以后才要申请的话 那SAT还是要考 因为Optional它就是属于一个 我可以接受你不考 但建议你还是考一下 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这么说可以理解吧 就二零二四二五还是一个满之后的概念 我个人觉得 然后我看看 SAT阅读做起来速度跟不上 如果是速度方面有问题的话呢 我待会会发那个资料包的 对我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我资料包里面呢 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我刚刚说的精读的文献 OK 就是那种文献精读 第二个部分 我会有一些 SAT的一些那种科学的杂志 就是Technical的杂志在里面 关于这个家长提的 SAT阅读速度跟不上 就是你要多看 Technical的文章 好吗 我打在聊天里啊 多看一些科学性和专业性强的文章 为什么 这种科学性和专业性强的文章 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就跟那种国外的人 写的论文一样 它的那种脉络 结构性会非常的强 然后呢 让孩子看看多了之后 它可以培养出一个扫读 和跳读的能力 这个是SAT部分要求的 什么叫扫读 就是我把这个文章大致的框架 每段的断手什么的扫一下 我就能知道这个文章的outline 我能知道这个文章重要的内容 这一点是需要训练的 就不是说我一两天能搞定的 所以我建议啊 我们回到这一章 如果有速度方面出现问题的 咱们回到六月份 那你除了词汇和长男剧之外 就可能还要再加一个第三点 还要再加一个第三点 就是用科学文章培养速度 每天抽个十几分钟 看一篇科学文章 练练自己扫读 抓关键词的能力 懂吧 我目前碰到做题速度来不及的 基本上都是 过分沉浸于文章 文章的什么细节 他都想知道 他就没有那个提纲切领的能力 这个是要练的 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 我觉得就没关系 我现在总共有的词汇和长男剧 我去看一个词汇和长男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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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家长有问题吗 可以直接开麦跟我说话的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家长 现在可以退出咱们这个直播间了 如果有问题的家长 现在可以留下来咱们私聊 谢谢老师 这个超有用的 我现在有思路 拜拜 你有思路你得做起来 对啊 你看我认识要读杂志嘛 你不是说要读科学类文章吗 所有的读记者 好 拜拜 拜拜 不客气 不客气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现在就可以退出了 我等大家都退了 那我再退啊 好 好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